好 有什麼問題嗎 這個 這治療應該是可以 留給大家啦 然後沒問題 這個 考題也都是在裡面 欸 年輕的那是 給大家參考而已啦 就是說那個 那個後面 越大了啦 或是說那個 出體字無分就是 要提醒大家 這個可能比較 比較沈默 比較重要 好 這個 一個 送禮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 一個政府一定有一個 會計年度啦 我們台灣的會計年度 變來變去 變四變 現在已經 終於確定了 就是說 一個預算 是一個政府的一個財務計畫 這是一年的財務計畫 好 這已經在民國 四十幾年到七十幾年以前啦 台灣還有接受美國的援助為准 歷數是這樣 就是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那個 預算 之前有採過那個七月制 七月制 算到幾年的 那一月一號 算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這叫做 歷年制 就是我們的日曆年度 目前 我們就採用 回歸 調整到日曆年制 這樣比較方便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民間企業 一般的公司 都是 一月一號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不管你用什麼西域啦 或是呢 民國啦等等 都是日曆年度 一月一號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以前就很奇怪 政府就採用七月制 所以那個會計年度不一致呢 很多很多的麻煩的地方 現在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機關 他採用的叫學年制 就是學校 八月一號到七月三十一號呢 是一個學年 所以 學校也有學校的會計啊 所以那個是一個 這個還沒有調整過來的 慢慢可能也會調整 所以 不管民間或是政府呢 大家 的一個計算的一個基準 都用一致的標準的話呢 那個比較起來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參考 所以 你看有些資料的時候 那 這個 這 這個百分比 這是比較 稍微 就是說 他告訴我們 我政府的支出 政府用我們 整個國家社會多少支援 佔我們國家的一個 生產成果的百分比 這是來衡量 政府的一個規模啦 極權國家 可能百分之八十幾九十 都是政府在掌控 像北韓 古巴 這種共產主義國家 他的 各級政府支出 就是所有的政府的 這個開業金 的 佔生產成果 十四兆多的百分比 那目前 我們的這個各級政府 包括中央 包括地方 用了我們大概百分之二十不到 百分之十八點多 大概是六分之一 強 五分之一 弱 百分之二十到五分之一 有 整個社會生產出來 一百 一百塊裡面 十八塊 給政府 去支配使用了 那另外的八十二%左右呢 是一般的個人企業啦 私部門 在支配使用 包括 非營利組織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 算起來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呢 政府還算沒有用我們太多的一個資源 那 後面這一欄是中央政府啦 中央政府呢 一年的一個總預算大概是一兆九千多億 最近這一年 現在正在進行的這一年 一兆九千一百六十二億 可能在一兩年之後大概就會上兩兆了 而且不斷的成長 不斷的成長有一部分的原因當然是 東西越來越貴啦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看的是用 當年度的那個貨幣價值 來看的話呢 我們目前政府用了 中央政府用了一兆九千一百六十二億 包括六都的政府跟 縣市鄉鎮公所 用了我們整個社會 兩兆七千八百一十四億 台灣最大的民營企業 一年的產值三兆多 比這個我們所有的政府的 那個用的資源還要多 所以那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一個 他是一個企業王國 王國是說 一個不是 國家無期的那個王國 是一個 一個國王 一個企業國王 企業主 他僱用的比公務人員還多 他的生產的產值呢 比整個政府用的兩兆七千多億呢 還要多 當然他不是只有在台灣 他的總公司還在台灣 然後呢 生產基地在台灣 就是在那個 隔壁 土生那裡 這個也不簡單啦 包括台塑集團 所以 企業財團 有企業財團的 等於說 他的一個 對 生產成果的貢獻 而且他 雇用了不少的員工 那現在政府在推 要這些企業主呢 善盡社會責任 有些英文叫做CSR 企業社會責任 就是你要做一個有良心的一個企業家 你賺了錢很多的時候呢 不可能自己呢 都自己在買豪宅 然後呢 不回饋給你的員工 不回饋給你的股東 分高利分財 股東拿到了鼓勵之後呢 股東會去再繼續的去找好的一個標的 或是呢去改善他的生活 那整個社會呢 就會良性的循環成長 後面我們會看到 那中央政府呢 這個一照 這個是下禮拜的一個講者 他所提供的 數字50塊5 一點點差異呢 是因為 有的是用 預算數 有的是用法定的 預算 法定預算呢 是經過 以中央來講 立法院三讀通過的 那行政單位呢 編出來的 還不是最後的 要立法院通過的 那個三讀的 那個是一個法案 所以一照 102年一照7000多億裡面 的收入 然後呢 要花了一照8000多億 差的部分怎麼辦 有1259億的一個缺口 那這個缺口呢 有一個次字 那這次字呢 政府跟個人一樣 今年可能 少年年 入不敷出 所以怎麼辦 我 去年以前 我還有一些儲蓄 那以政府來講 這個儲蓄呢 叫做 它的一個稅計剩餘 我以前的 這個今年度呢 拿一部分出來使用 所以這個是 簡單來講 中央政府的一個 目前 從去年之前的一個 財政收支 都有次字 都是入不敷出 入不敷出 原因很多 有的就是因為 要政府做太多事情 那要增加稅收的時候呢 立法院不太願意通過 所以大家 將來有機會 當決策權的話呢 不要一味的 只是要求 政府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政府要做很多事情 政府要做很多事情 政府的錢來 也是要為民間來 不是求稅 就是要政府 很有資料 去經營很好的一個事業 很有效率 後面我們會看到 它的收入來源 百分之六七十 來自於求稅 就是政府的一個 這個社會賦予政府的一個最大職權 就是課稅 但是在法治國家裡面 政府課的任何的稅 都要有法源依據 所以政府現在 叫我們十幾項稅 每一項每一項都有 經過立法院的三讀通過 要改裡面的任何的數字也好 課稅的方式 要是課稅的稅率 或是要增加或減少免稅 都要立法院三讀通過 所以這個是叫做稅客收入 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 目前我們國家呢 後面我們會看到 所得稅 現在我們政府呢 一年的稅客收入 一兆兩千一百八十億 所得稅這項 就叫七千幾億 要八千億 三分之二 那八千億 一兆兩千億的四分之三 百分之七十五呢 就是所得稅 所以所得稅是 目前台灣政府呢 最重要的一個稅收 對個人 對企業 各課了三千七百多億 三千八百億 好的說呢四千億 五月份剛結束 三年呢 終於這個 假設有交所得稅的話 六月份呢 趕快銀行的帳戶裡面呢 要存夠錢呢 讓政府呢去 扣你的帳戶裡面的錢 那政府為什麼要拿那麼多的一個收入 因為你看看我們這幾個收入裡面 其他早期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收入 就是政府有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有賺錢 叫做事業盈餘 事業收入 那現在慢慢的很多國營事業呢 逐步逐步的民營化 政府呢只是一個小股東 不管是銀行也好啦 或是呢有一些的一個這個 經營的比較不錯的 一個一個都民營化 那有一些重要的呢 政府還沒有去放手 讓它民營化 像石油 像電力 還有呢這個管小金庫的台灣銀行 但是呢那些像以前的 在山上都市都有的 那什麼三商銀 現在都民營化 所以但是政府呢 投資他們從那邊拿到的鼓勵呢 也是算在這邊 事業盈餘 雖然不是自己經營 那第三重要的呢 就是規費跟罰款 罰款是呢 這是中央政府啦 罰款是 什麼呢 就是你高速公路上面 經常開快車 被高速公路警察局呢 這個一張罰單就三千塊 基本 超速的基本價三千塊 就進到這邊了 政府的罰款 那地方政府也有地方政府的罰款 你那個交通違規啦 紅燈右轉啦等等 也是呢罰款收入 也是從人民裡面呢 拿到了 歸費這個名詞是什麼 跟租稅很像 但是呢 歸費 我們 租稅是說 政府為了要他的施政順遂 從人民的手中財富呢 轉到政府手上 歸費也是人民的一個財富 轉到政府手上 但是呢 他跟租稅不一樣的是說 我付歸費 因為我知道政府幫我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要跟你看電影買票一樣 那當然政府不是他經營電影院啦 那最常付的歸費是什麼呢 假設你有汽車機車 你的汽機車的燃料費 那叫燃料費 不是叫燃料稅 稅呢 他有各種不同的稅法的名稱 那汽機車的燃料費呢 是說你的汽機車 使用了政府所提供的道路 所以呢 我對你使用道路呢去 課使用費 那課使用費 你說我買了汽機車 我是在家裡呢 擺在那邊 村口裡面做溝洞 我也沒有上你的道路 那 所以這個是 將來政府可能也要去檢討的 我們的燃料費 應該是說 你到了加油站加油之後 就要富燃料費 因為你加了油 你的汽機車就一定會跑 對不對 我的汽機車可能我不加油 我只是擺在家裡呢 每天去欣賞那個 當作古董車 隔了二十年之後呢 說不定他的增值很快 現在很多 保物鑑定 這個有些人在收藏汽機車 古董汽機車 你看那個老爺金龜車也很值錢 但是在台灣 你擁有那個汽機車呢 你也要對政府的一個收入有所貢獻 就是歸費 譬如說家裡呢 我們消費之後呢 剩下生產出來 消費完之後呢 的一個什麼 垃圾 如果台北市民的話 最近這幾個月開始 今年開始呢 水費會比較貴 為什麼呢 因為下水到 或是說政府呢 在你家前面呢 弄了一個馬路修得平整一點 弄了一個什麼那些 這個下水溝 所以呢 弄了一個什麼那些 叫做工程受益費 有一個歸費 歸費 譬如說我們要出國 要有個 你的身份證呢 不能夠上飛機 一定要有護照 對不對 你去辦護照 政府呢 對你辦護照 一本呢 收一千三百塊 那就是歸費 就是 你要政府對你個別服務 你要付的代價 你到護證機關去申請戶級騰本 你到地證機關呢 去申請地級騰本 你假設說 我是繳稅大戶 我去申請地級騰本 為什麼還要 還要另外一張 那薄薄的紙 要付個一二十塊 近百塊 那個叫歸費 你個別 可以享受政府的服務 所付的一個什麼 代價 那這個叫歸費 好 這個是大概 政府收入的性質 政府的支出 你在看預算的時候呢 政府的支出呢 有這個不同的零零種種 我們台灣這些年呢 政府的債務支出 會不斷的增加 國防支出還好 以前是公式的國防 要買很多武器彈藥 所以那個比較貴 現在我們的國防支出呢 我當學生時代的話 我們政府呢 中央政府每花一百塊 有五十塊以上 是花在國防跟外交 百多個邦交國 要援助那些 這個經濟發展 比較慢的國家 然後呢 要買很多的一個武器 所以國防支出呢 用了一半以上 那後來呢 最近這十幾二十年呢 慢慢的我們的國防呢 就用手勢國防 所以政府呢 先從六十萬大軍 變成是目標 可能拆了一半 三十萬 然後呢 武器彈藥 也不需要用 進攻的 只要把台灣的 這個什麼呢 沿海 不要讓鄰國呢 這個寄餘 所以呢 我們國防支出呢 這個有減少的一個趨勢 但是有一個隱憂啦 那呢 社會福利支出 不斷的增加 從全民健保開辦之後 然後呢 國民年金開辦之後 這個 基本上台灣呢 現在中央政府 用的一個支出裡面 最大的比例 就是社會福利支出 老人年金 老農年金 國民年金 跟其他的社會保險 那後面 我們大概也會看到 這個 收入的一個百分比 剛剛講稅客收入 那些租稅 佔了中央政府 收了一百塊 裡面 有將近75塊 是給誰來 這個是一個好的一個現象 這個比例越高的話 代表著說 我們的政府呢 是一個比較負責一點 就是說 取之於人民 用之於人民 靠租稅 只是那個租稅呢 75點多裡面 有這個 剛剛看到的 一半以上 一兆 一兆 兩千多億呢 有七千多億 超過一半 是來自於所得稅 那所得稅裡面呢 我們知道 所得有勤勞的 有資本所得 那台灣這幾年呢 所得分配不公平 是因為勤勞所得 你很難去躲藏 除非 除非 你是自己是雇主 自己有一個家庭事業 你假設是一個 薪水階級 領薪水的話呢 因為你的雇主要幫政府呢 勘好你的所得 課稅 所以呢 你每個月你薪水的時候呢 他從你的薪水裡面呢 扣了一部分 叫做扣繳稅款 交給政府 所以薪資所得很難去做 逃稅 或是避稅 逃稅是違法的 大家千萬不要逃稅 為什麼呢 政府有一些要確保 你想想看喔 前陣子有個稅改聯盟呢 說要發自全民抵制繳稅 財政部馬上就跳出來 因為財政部是供應 政府支出的一個 去找那個錢的一個 最重要的單位 大家如果都不繳稅的時候呢 政府會停擺 政府開出去的國庫支票會跳票 那你說跳票就讓它跳 跳票之後 政府跳票呢 在國際上面 假設 你要跟國外打交道的時候 信用是很重要的 你政府開出去的支票呢 沒有信用的話 這個可能拿不到錢 那將來我們政府要到國際上面去借錢呢 可能借不到錢 或是借到的錢很貴 資金成本很高 所以企業也是一樣 不能夠隨便跳票 所以企業也是一樣 你要努力的去找不同的一個資源 那我們中央政府最大的資源 就是給水 那支出裡面呢 最重要的社會福利支出 以民國103年 中央政府用100元 22元 是用在社會福利支出 我不能說社會福利支出 是一個沒有用的支出 但是 但是 社會福利支出越多的時候呢 就會排擠掉其他的一個支出 除非我們政府不在乎 不斷的有赤字 像我們現在中央政府一年 大概都有2000多億 一個多月前呢 有一個週刊在報導 我們台灣地方政府的財政 用那個昏迷指數3呢 是叫做腦死 對不對 在這邊 桃園的南邊的南邊那個縣 被判定為叫做腦死的狀態 就是說一見戶的自己有的裁員 然後呢他的負債呢 已經超過他可以負擔的能力 但是 也無所謂 為什麼無所謂 因為 政府不會倒閉 但是如果企業的話不一樣喔 如果某一個企業 他這個收入 大於支出 然後呢最後 這是年度啦 資產 小於負債 最後他就是破產 破產呢 就等著被人家拍賣啦 或是呢接收 被人家併購 我們政府有沒有可能併購 當然有啊 民國89年一陣 台灣省政府呢 就被中央政府併掉了 就洞省 為什麼呢 台灣省政府的赤字太大 所以中央政府呢 有一部分的赤字呢 是十幾年前呢 延續了台灣省政府的一個赤字 當然地方政府它的赤字呢 最後都要靠中央 銀吃卯糧啦 你想我們一般 我們赤字的話怎麼辦 銀行裡面以前的儲蓄 先動用 動用完之後沒有呢 像親朋好友先救急 政府也是這樣子啊 下級政府先跟上級政府先救急 歡迎你每天都要幫我補助 明年的補助呢 先提早發給我 至少讓我可以發公務人員薪水 那這個就是 入不敷出可能的一個支應情況 那另外一個什麼呢 政府比我們個人還比較有利 它可以發行公債 向社會大眾借錢 那後面我們大概也會看到 那這一頁呢 跟大家介紹的是 跟前一頁是很類似的啦 只是呢 我們知道 預算呢 有些是一個 一年度的一個什麼呢 支出 那個叫做金長門 那有一些呢 這個政府呢 是買了一些設備 或是呢 用的這個資產的一個 使用的年限呢 比較長 超過一年以上 地方政府現在很多很多的次制 都是來自於資本門的入不敷出 就是說 造橋鋪路太多 那這些造橋鋪路呢 早期我們知道 很多那個橋的橋頭路口那邊呢 政府就設了一個什麼呢 叫做收費站 那現在呢 這些支出呢 都是用稅收來支應 不是用使用者來付費 所以呢 資本門的支出呢 入不敷出的情況 非常非常的嚴重 好 所以 順帶跟大家講 不管是政府或是一個單位 包括我們個人 剛剛跟大家講 我們的理財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叫做 量入為出 量出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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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這個理財方式是比較保守了 量入為出怎麼呢 你在一年開始的時候 先自己盤算一下 說我一年每天可以掌握多少收入 譬如說一年一個家庭可以有100萬的收入 我來決定這100萬的要怎麼用 量入為出 我先考量我有多少收入 先決定收入 再劃 我這些100萬 我可能今年換個車子 就要去了我60萬 那剩下40萬你要怎麼做365天 不可能 所以量入為出 那40萬不夠怎麼辦 只好回過頭來 我努力的去找資源 有一個比較樂觀的是量出為入 我先決定我今年 要有多少開銷 150萬 然後呢我可以掌握的 我薪水呢只有 包括我的儲蓄投資 只有一百萬 差的50萬要怎麼 一個銷 銷是比較簡單 銷要行 不是不用行 偶爾買買樂透 這是意外之材 但是運氣不會那麼好 不像整兩天在台中西屯 那13億 十三億 很好用 但是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之前有在想說 既然老百姓那麼喜歡買樂透 為什麼不乾脆政府自己來做莊家 反正就是一天抽一兩 按照身分證字號 你就樂透 政府給你一百萬 老百姓可能也覺得 每天活著很有希望 因為 你也繳稅啦 政府呢 你違規政府也對你處罰啦 我把這個定義叫做政府的紅利 我們政府有史以來有發了一次紅利 幾年前 一人三千六百塊 消費券 那個政府紅利 那個叫做 看起來 領到的是 大家很高興 你我都領了三千六百塊 政府花多少錢你知道 八百五十幾億 對大多數有能力的人 你拿三千六百塊 可能 大概就是 假買一件衣服 一件鞋子 兩件運動鞋 這樣而已 但是 整個國家 內政部就編了八百五六十億的預算 政府 欠當內兜 然後收了稅呢 被人民罵得要命 這樣子一灑下去 八百多億 但是那是沒辦法 為什麼 全世界金融海嘯 我想說政府應該是 這個 這個 叫做 勒緊 所以 政府用錢 有時候 老百姓如果 都認為說 這是 社會的資源 都抱這種心態的話 政府會 花了很多 無謂的支出 我絕對沒有說 三千六百塊 這個消費券 你無謂支出 只要他對這個整個的 因為 經濟哪像一灘死水 都沒活力 所以政府呢 有一些的一個 丟下 丟下 丟了一個石頭下去之後呢 有那個聯誼效果 你這個 三千六百塊呢 只是一個類似種子 剛剛講 這兩個都有 比較保守的人 理財方式是量入為出 比較積極的是量出為入 我先決定我一年要 要買多少 換車子 買什麼什麼新的家電設備 收入不夠 剛剛有這個 我們學員說 救急 那是一個方法 比較更客觀的方法 我努力的 我只好去多兼差 把那個缺口呢 40萬呢 把它補起來 這是比較負責的 政府也是一樣 你在編預算的時候 你要先衡量 我到底有可能 可以收到多少 收入 所以在編預算的時候 一定要不是那個 行政單位自己在編而已 一定要財政部 或是地方單位的話 就財政局 財政客 鄉鎮市公所 要一起知道說 我一年呢 我的最主要的收入 給誰可以給多少 買土地可以買多少 儲分投資 可以儲分多少 這個就是 政府的一個 個人理財 這兩種方式 好 回到這邊 講義的內容 所以現在 我們政府最大 中央政府最大的支出呢 就是社會福利支出 那底下 一些重要的名詞 會比較就是 這個 跟預算有直接關係的 在編預算之前 預算怎麼編 這個太小的字 這是給大家參考的 這個編預算的時候呢 要考慮到國民的幸福指數 然後呢 這個 決定的一個支出 所以先看這個流程圖好了 年度預算的一個編審 它的過程 最大的政策決策者 就是行政單位的頭頭 行政院 它在有關機關呢 它這個 它底下有很多的機關 要決定 提供一些資料 來讓我行政院呢 決定說 我下年度 我的施政的重點 那個施政重點呢 叫做施政方針 你要決定施政方針之前呢 這個 譬如說下年度 假設政府呢 想要做一些重大的建設 那些重大建設呢 過去有一些的 其他國家 主管部會 它的一個相關資料 提供給行政院的參考 行政院呢 拿了這些資料之後呢 就決定了一個什麼 叫施政方針 預算的一個編列 在學理裡面呢 有的叫做 有些地方政府 去年變多少 今年呢 照去年的造超 增加個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通常預算會不斷的膨脹 為什麼呢 這個跟吃鴉片一樣 政府不太可能會 要自我限縮 要政府自我限縮 美國就是這樣 它的這個政府呢 它的一個 各個部會 老是呢 入部敷出 所以國會受不了了 就說 五年內 你要預算平衡 不平衡的話 我國會主動幫你呢 就做平衡的動作 就是呢 自動刪減你的支出 收入呢 越多越好 那這個時候 預算就會平衡了 那施政方針 尤其根據這些不同的部會呢 它的一個自己的施政重點提出來 行政院把它匯總之後呢 決定施政方針 那這個施政方針呢 有了方針 方針是大方向 這大方向之後呢 就要提計畫 我要達到譬如說 比如說 經濟成長 要到 百分之五 這個 改善呢 南北的一個交通 像那個 這個月底 花蓮到台東的鐵路電氣化 這個是一個重大的一個施政 比如說在 現在南北的什麼高速公路啦 等等 那三個幾年前 決定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方針 那 方針很重要 你有了大的方向之後呢 才開始各個部會去提計畫 有了計畫 根據計畫 這個計畫執行起來 要多少錢 像公路 鐵路 台北港 等等 這個就是施政計畫 所以呢 你一定 預算的編審原則辦法 這裡說 有了這些的一個計畫之後呢 預算怎麼編 由 現在是行政院的主計總處 他就會定了 中央 或是地方的 預算的一個編制原則跟辦法 你打這一字的話呢 他大概說 預算編制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繁瑣的工作 行政單位呢 動員了成千上萬的人力 厚厚的一本 中央政府總預算呢 八百多頁 到了立法院 八月底之前 中央政府呢 完成總預算的一個編制 丟到立法院 這個到八月底之前 中央政府大概是在每年的三月四月 開始呢就編下年度的預算 編了四個月的時間 讓立法院呢 八月底九月那個開始的會期 九十十一十二 有四個月的時間去審預算 等於最近這幾年的立法院 很少在十二月底之前 審完下年度的預算 原則上面啦 一個公司 一個家庭 一個國家 一個企業 有預算呢 然後有審核 有執行 執行完之後呢 回過頭來 再編決算 然後由監督 單位去監督那個決算 這樣子的一個企業 這樣子的一個社會 這樣的國家 會走的比較長遠 而不是呢 很隨意的說 有多少錢 我就花多少錢 那個是一個 不是一個 長久經營之道 所以你看任何一個 上軌道的企業 有百年企業 一定都是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預算 因為預算背後 它是一個財務計畫 原則上的預算是一個財務計畫 但是財務計畫的背後呢 都是有什麼那些 有很多的大的方向 你要把這個社會呢 帶到什麼樣的一個地步 我要蓋多少的 這個什麼呢 馬路啦 港口啦 或是買多少的武器 彈藥 學校 或是呢 這個 養老院 醫院等等 這都是在預算裡面顯現出來 然後呢 每個單位當然說 哇 我這個單位很重要 大家都在窮錢 搶資源 但是 整個國家的大片 只有這麼大塊而已 一定要有一個 有一個分配的機制 很重要 那個重要就是說 我去審核 去核定 每一個單位邊的那個需求 每個單位的需求叫做概算 所以剛剛那個名詞 那個概算是這樣來的 就每一個機關 每一個單位 根據他自己的一個施政的需要 那個施政的需要 大家應該要看 他有多少的 法令編制 他有多少的人員 他有人事費 有辦公費 業務費 有差旅費 這是年度經常要有的 那辦公室呢 要有設備 要有電腦 要有這個空調 要有這個 辦公房設 這是叫做資本門 因為買了這個設備呢 可能可以用兩年三年 如果房子的話 可能用四五十年 所以這些都叫做概算 概算決定之後呢 太大了 算出來呢 整個中央政府呢 要三兆的概算 那中央政府呢 按照我的收入 我不可能量出為入 所以大概我們目前 各級政府呢 都是量入為出 先決定我可能有多少的收入 譬如說只有一兆七千億 勉勉強講我可以支援你 一兆八千億兩兆的 我去借兩千億 我還有能力 排那負債兩千億 我還排贏 你劃了說我要三兆 叫中央政府一年呢 要背了一兆多的一個 這個負債 還有其他的法規 中央政府舉債 有一個上限 去年才修改 把那個比例呢 多了兩個百分點 讓中央政府呢 有一個喘氣的空間 不然的話呢 中央政府真的就是要 自己帶頭 政府帶頭違法 這個就不太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 去決定了你的一個 概算的一個所謂範圍 大家呢 叫做有一些 你要排電 優先順序 不是那麼優先的呢 那就以後年度 財政狀況好一點的時候呢 政府財政好 有什麼好處 可以還富於民 就不用課那麼多稅 政府如果說財政不好的時候呢 你看看那個西歐 南歐的那些 西南歐的 西班牙 西臘 這些政府 這些國家 最後呢 老百姓都不太有太多的活力 因為政府欠了太多的一個錢 所以負責任的政府呢 量入為出 當然需要拚經濟的時候 量出為入呢 是可以的 像凱恩斯呢 就不太聽他老師的話 要量入為出 他量出為入 他建議呢 要有大有為的政府 所以美國呢 在193040年代的時候 那個推行很多的 羅斯福總統的新政 蓋了湖佛水庫等等 為什麼呢 因為 你有很多很多的政府的 一個帶頭的一個支出 以後 這些支出呢 會帶來效益 經濟會成長 稅收會增加 那我就忍受三年五年 政府呢 這個叫做 舉債過日子 政府可以這樣子 個人呢 短暫的時間可以這樣 你負責任的話呢 不能夠一輩子都會負債 所以 有了這個概算之後呢 就 主計總處 就把所有各機關的一個 提的那個 核定的概算呢 把它匯編 叫做 預算案 再配合財政部的收入的可能 就匯編成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八月底的時候 就提到立法院 立法院呢 就開始去審議 立法院大概九月那個會期呢 的重要的工作就是審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那通常九月到十二月都是審不完的 因為進到立法院的大會的時候呢 立法委 早上可能那個羅蘇雷立委呢 大概有跟大家報告過了 就是呢行政院院長呢 帶一個主計長跟財政部長三個人 因為一個負責支出的 一個負責收入的 因為支出的主計處呢是匯編支出 然後呢行政院是決定施政方針 財政部呢是找了一兆七千多億的 一兆兩千多億是要靠財政部去找 那個稅課 課稅都是財政部的工作 我一個學姐呢以前當台北國稅局長 台北就是那個在中華路北門那邊 台北國稅局一年要幫政府找六千億的收入 三分之一的中央政府要靠台北國稅局 台北國稅局局長值等多高呢 十三值等 文官最高的是常務次長十四值等 十三值等也蠻高階的文官 所以我們都說那個學長是叫六千億學長 一年要替政府收六千一個稅收 當然不是他自己挨家挨戶去收啦 可能你們也都有貢獻 你是企業主的話就幫政府呢去扣繳 你員工的一個所得稅 然後呢這個 個人呢 的一個家庭的所得稅 除了關稅之外 都是呢 國稅局要去收的 後面我們大概會看到這些租稅 一個行政首長 要收六千億 如果他放在民間機構的話 他的年薪沒有 你幫政府收六千億 年薪拿一千萬也不過分 對不對 但是高階公務人員年薪大概只有多少呢 就是一個公職嘛 十三值等呢可能是十來萬 比一般民間企業的一個 不要說總經理 可能是那個經理呢 的薪水都還不夠 所以政府機構看起來是說 現在不僅很多人去考公務人員 責任很大 因為要幫政府呢去管理這些財產 或是呢去找這些裁員 那民意代表呢 是接受人民的一個委託去監督政府 因為這些資源是從社會各個不同的一個來源 那不希望這些資源被亂用 所以呢預算的一個編列固然很重要 預算的審議更重要 那所以編出來的預算叫做預算案 還沒有經過法定程序的 那立法院三讀通過 這個院會呢先做這個行政院長的施政報告 所以理論上來講 你去抵制行政院長的施政報告 沒什麼太大意思 他就是要告訴這些立法委員 我下年度我行政院要用社會多少資源 我要做些什麼什麼事情 至少透過那個公開的場合 讓立法委員 然後透過媒體讓全民知道 然後全民來監督 這個比較重要 那政府有沒有濫用資源 立法院呢這個行政院長做施政報告之後呢 這個就交到各個委員會去不同部會 他有這個可能這個委員會呢管兩個部一個會等等 去做審議 那早期立法院有預算委員會去總成預算的審查 那立法院裡面還有一個預算中心 提供一些意見給立法委員 各個委員會的立法委員說 這個行政單位呢哪個預算呢編得不合理 他去年度呢沒有績效 然後或是預算執行的這個程度不夠 或是認為呢這個不需要沒有優先順序 可以幫政府省錢 那審查完畢之後的預算呢 就叫做法定預算 經過三讀通過之後的預算 法定預算 後面我們大概名詞等一下會看到 一立法院的審議結果整編為法定預算 所以這是預算法另外一個名詞 法定預算是完成立法院三讀 一讀是大會唸完之後二讀三讀 在委員會做分組審查之後呢 二讀三讀又回到哪裡呢 回到立法院去做這個朝野的協商表決等等 那這是議事的一個程序 告訴大家預算跟法案一樣 它就是一個立法委員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職權 是幫全民去監督各政府 那當然立法院監督的是中央政府 有沒有善盡職責 所以中央政府編的這些預算呢 雖然有它的優先性的考慮 立法委員呢基於國家的一個長遠發展 也要考慮有沒有浪費的情況 而不是有些時候我們看立法委員呢 這個最後只有在三天五天 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呢 用這個包裹表決 要行政單位呢叫統三百分之十 這個就不太有審議的一個精神了 為什麼呢 如果行政單位你是行政單位 你編預算的時候 你知道立法委員呢 這個都是這樣的一個審預算的概念的話 我乾脆就預算先灌水百分之十 對不對 留百分之十讓你立法委員去刪 那有些時候立法委員如果沒有刪 那個百分之十的時候 你那個預算是不是就是 本來可以不編的 那就讓你的支出這樣子膨脹了百分之十 那你既然編了預算之後 通常行政單位 為了他以後年度的預算執行的效率 他都會想方設法的把那個預算呢 一定把它花掉 那個一般坊間把它稱為叫做 消化預算 所以有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在上半年的時候行政單位呢 會比較審吃減用一點 因為預算的規模就這麼大 那當然預算通過之後呢 行政單位怎麼去支用這預算 那個名詞叫分配預算 等一下我們會看 那通常很多時候下半年度的時候 政府行政單位會要補預算的進度呢 這個工程趕快發包啦 或是支出趕快去設法把它用完 為什麼呢 用不完的預算 以後年度他會 我們在預算書裡面會看 你上年度編的預算你的執行數 最後你的決算呢 你還有結餘 那結餘呢 可能立法委員就認為說 你就不需要有那麼多的一個支出啊 除非你有很好的一個說明 在你的預算書裡面 所以這個是整個預算的流程 到這邊其實還沒有結束啦 這只是完成了一個編制審議的法定程序 所以從總預算案到法定預算 大概中間走了 從三四月呢 八月底到最慢十二月底 那通常立法院都會在一月初 或是二月的那個會期呢 才會完成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年度已經開始了 總預算還沒有三讀完畢 像103年度的事業預算呢 到現在還沒有三讀 但是公務預算已經三讀完畢了 那個叫法定預算 所以法定預算呢 是一個預算案 在立法院呢 完成了三讀的程序 它就變成是一個法案 那這個法案呢 是由各個行政 中央的行政機關去執行 那在地方政府呢 就是市議會 縣議會 或者鄉鎮市民代表會 它做的就是類似的工作 那這個是三讀程序的一個名稱 叫做法定預算 好 這個 這幾個名稱 我們 又到了休息十分鐘的 大家休息的時間 休息五分鐘啊 休息二十分 這是一個大節 所以休息的是大家的福利跟權益 我不剝奪 這個資料呢 大家先看一下 底下呢 我們講預算的一些名詞 跟預算呢 不通過的時候 怎麼去做彌補 怎麼去使用 然後我們還有 還有兩個五十分鐘了 所以 還是去外面充充電 吸吸 新鮮空氣 然後準備今天的下半場 好 各位議員我們下課休息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